hello 大家好 我是炒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中国人 最方便最快捷买比特币的一个视频 先给大家说一下币圈的话 骗子非常的多坑非常的多 如果你是新手第一次接触比特币 今天的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呢我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促进的一个全过程 今天呢我们先注册一个交易所的账号 今天一共是这五个步骤 先注册一个OE的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 我们国内的三大交易所分别是OE、币安、火币 选择OE的原因呢是它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手续费可以减免20% 非常的划算 我们打开一下邀请链接 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然后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的话支持手机、邮箱 注册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领取最高的话 6万块钱的数字货币的一个盲盒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然后登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然后注册成功了 我们进行下一步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安卓和苹果 给大家来说一下 安卓的话非常简单 鼠标放到这边 右上角会有一个二维码 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这边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用我们的微信 或者是我们的QQ 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提示被封控被拦截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 你这边可以随便的找到一个浏览器 浏览器这边也是有这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用的 安卓的话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主要说一下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它的APP 然后这个ID是什么呢 就是苹果商店的账号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账号是在哪里 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右上角 这一个账号不能是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然后这个ID去哪里找呢 我们在这边的话可以打开谷歌 记得一定要是谷歌 然后在这上面输入一下美区ID购买 或者是海外ID购买 有非常多的网站 大家随便选一个购买就可以了 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 几块钱一个 当我们购买完成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登录一下我们的手机 然后点击右上角先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拉到最下面退出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刚才购买的美区的ID 然后呢 在这边我们输入OKX 好 来到这里之后呢 第一个是广告 大家不要管 第二个才是它的APP 黑底五个白上的方格 写的OE OKX 然后这边是下载 我们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 然后安卓 我这边也是下载过了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这个安全设置呢 因为我们的钱都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这个钱的话一定要设置 一定要弄好 点击左上角 然后第一步 身份认证 一共有123 三个等级 我们先认证1 再认证2 最后呢选择3 认证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这边 谷歌手机邮件 防掉运码这些 大家看的设置一下就行了 然后偏好设置 计价货币 选择人民币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边的更多功能 然后选择这边的CRC交易 选择我的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其实有三种 微信支付宝 银行卡 强烈建议大家用银行卡 因为银行卡不容易被冻结 好了当我们弄完之后呢 我们进行下一步 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USDT 如何购买USDT呢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USDT 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 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呢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呢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 通用的货币呢是泰达币 比如我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哥哥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个货币呢就是USDT 说白了你想买虚拟货币 你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假设我有人民币 有美元有英镑有欧元 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这总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先去购买的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好了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购买USDT 首先呢我们先打开一下APP 点击这边的左上角 然后在这边我们一定要选择这边的CRC交易 选择购买 选择购买 然后筛选一下 筛选一下我们选择银行卡 然后购买的金额 比如说要买一万 然后这边会出来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一定要找这种成交量高的一万多单 完成率高的 然后点击这边的呃成实 就像这个 然后呢我们要看哪里呢 就是看他的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是一年以上 然后成交单数一万多单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像这种就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我们这边点也可以关注一下他 然后点击他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边的购买 然后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就可以了 我这边以截图的形式给大家也试一下 我们要购买一万块钱的 然后这边点击继续交易就行了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为了确保我们的资金来源合法 我们去下一步点击去验证 然后呢这边可能会让我们提供一下 近期的流水明细截图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银行 找到我的账户 找到我们的明细给他看一眼 假设我这边是我的这张流水明细 我这边买宴买酒买水果 逛超市的这些截图给他看一眼 他如果感觉来你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姓名还有卡号发给我们 然后我们给他转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再点击我已完成转账 还有一个转账的时候不要备注任何的信息 大约等个一两分钟的时间 或者是两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可能就会到账了 我这边以我的这个手机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这边假设我们这边已经到账了100个USDT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账户里面有钱 然后一个交易账户里面没有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面 资金账户里面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是有USDT 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全部放到交易账户里面 那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资金账户 然后点击这边的资金滑转 然后选择从资金到交易 币种的话选择USDT 选择这边的最大 选择确定 OK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钱 现在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钱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然后我们选择最下面的这个交易 好 进入到了这个页面之后 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我们可以改成比特币狗狗币 以太坊 然后这个1805是当前这个以太坊 ETH这个价格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这边有他默认的话应该是限价委托 我们把它改成市价委托就可以了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成交速度快 然后我们把这边拉满 我这边的话是100个USDT可以买0.05个以太坊 然后呢我这边点击买入就行了 那可能有别的小伙伴会说我这边我不想买这个以太坊 我想买别的币 我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我如何买呢 在这边的话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 叫做非小号 假设我想买比特币 我输入BTC 以太坊 ETH 我想买BNB 我输入BNB 就行了 好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假设我现在我想买BNB BNB 然后选择这边的BB 然后BNB 哎就行了 那我想买比特币呢 BTC 选择BB 然后点击这边的BTC 会变成比特币的28 201这个价格 那我想买以太坊 ETH 选择BB 然后选择以太坊 就行了 这边会变成以太坊的价格 好 假设当前以太坊的价格是18 我们买了一个以太坊 过两天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掉 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再给他拉满 再选择卖出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低买高卖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然后赚了100个USDT 那我现在想把这100个USDT 我想出金 想换成人民币 如何换呢 非常简单 我们先回到这边点击这边的资产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刚才我们买币的时候呢 是从资金放到交易 我们现在想卖币的想出金 我们需要一个反向的操作 从资金从交易放到资金 好选择交易 选择资金划转 然后从交易到资金 选择最大 然后点击确定 好钱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面了 好那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左上角 选择这边的C2C交易 这边呢选择出售 然后选筛选一下 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然后比如说我想买卖1万块钱的 哎和刚才一样 我们在这里面筛选一下可靠的商家就可以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先暂停一下 我这边呢找了一个商家 这个牛市天天有 然后这边已经是两三年店铺了 然后1万多单 没问题 我选择委托单 选择出售 我选择全部 好 我这边 呃 卖掉100个USDT之后 可以得到687人民币 然后我选择零手续费 卖出USDT 然后再点击完成就可以了 卖家就会给我的银行卡 打过来687人民币 当我收到了之后 我再把这100个USDT给他就行了 好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记得一定要学会这种筛选 筛选的话可以过滤到非常非常多的商家 好了呃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边 我是炒币大师 如果你感觉今天的视频不错 帮我点赞 感谢大家的观看 比特币减半是减少挖矿奖励的关键事件 会影响市场情绪 矿工的盈利能力 并推动加密生态系统的创新 减半影响比特币的价格 机构投资者在塑造市场 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即将到来的减半可能会促使投资者探索山寨币 并导致区块链效率和交易处理方面的技术进步 距离备受期待的比特币减半事件 银剩一年时间 加密行业的专家和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 其对市场的潜在影响 在以下专题中 Bit Crip深入探讨了减半现象的复杂性 它如何影响矿工以及对整个加密货币生态系统的更广泛影响 减半是比特币协议中的一个基本机制 它只在每21万个区块或大约每4年将采放奖励减少50% 这种减少有双重目的 一个是控制比特币的通货膨胀率并效仿黄金等贵金属的稀缺性 第二是确保进入市场的新BTC的供应量和预测且不断减少 减半事件的主要目的是为比特币创造一个通货紧修的环境 它逐渐降低了新硬币的铸造速度 这种稀缺性只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BTC的价值 使其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保持手段 因此减半机制是比特币长期经济和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上看 由于新BTC的供应减少 减半事件对比特币的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例如在2012年、2016年和2020年的减半事件中 比特币的价格在每次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内大幅上涨 因为市场参与者预计供应冲击和对现在稀缺资产的需求增加 目前挖矿奖励为每块6.25BTC 在预计将于2024年发生的下一次减半事件之后 挖矿奖励将减少至每个区块3.125BTC 挖矿奖励的减少将进一步限制进入市场的新BTC数量 因此随着需求在供应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增长 这可能会推高价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 市场情绪、监管发展和宏观经济趋势等各种因素 都会影响减半后比特币的价格轨迹 因此,市场参与者应以平衡的视角应对即将到来的减半事件 重要的是要考虑其历史意义和塑造当前市场格局的独特因素 专家预测,减半可能会导致BTC价格发生大幅变化 就像之前的减半一样 然而,全球经济状况 监管发展和机构投资者策略等因素会影响节目 在2012年的减半中 比特币的价格从2012年11月的11美元左右 上涨到2013年11月的约1,100美元的峰值 标志着一年内的减和增长 在此期间,比特币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 市场主要由预见到去中心化数字货币潜力的散户投资者和早期采用者推动 2016年减半见证了 比特币价格从2016年7月的约650美元 上涨至2017年12月的近2万美元 这一时期的市场情绪主要看涨 主流媒体关注度的提高 首次代币发行 XCO的激增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进入 推动了这一趋势 尽管如此,监管方面的发展 例如打击SU和试图对加密货币交易所施加更严格的规则 增加了一层不确定性 并加剧了市场波动 2020年减半事件见证了比特币的价格 从2020年5月的约9000美元上涨至2021年4月的历史新高约64000美元 2020年减半的特点是机构兴趣增加 大公司和投资基金进入加密市场 COVID-19大流行在塑造市场情绪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和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措施 引发了人们对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担忧 对比特币作为数字价值存储的需求不断增长 尤其是机构投资者 对市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他们对减半事件的反应可能会对比特币的价格 和更广泛的加密货币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在2020年减半期间 机构投资者对比特币作为对冲通账 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兴趣日益浓厚 导致其价格上涨 即将到来的减半事件将使挖矿奖励减少50% 随比特币矿工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 这种奖励的减少可能会迫使矿工调整他们的运营 以保持盈利能力并继续支持网络 为了应对减少的奖励 矿工可能会选择升级他们的设备 投资于更节能和更强大的硬件 来优化他们的采矿作业 通过利用最新技术 矿工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和运营成本 同时增加他们成功挖掘新区块并获得奖励的机会 然而 与升级设备和提高能源效率相关的成本增加 可能会不成比例的影响较小的矿工 这些较小的挖矿业务 通常缺乏与资金充足的大型矿石竞争的财务资源 结果 一些较小的矿工可能被迫退出市场 他们还可能被迫与更大的采矿业务合并 以共享资源和降低风险 小型矿工的这种潜在退出可能会导致挖矿进一步集中化 网络中越来越多的挖矿权被少数大型矿石控制 这种集中化对网络的安全性和弹性构成了潜在风险 它可能使网络更容易受到攻击或操作 更高程度的中心化也可能破坏比特币的核心原则 最一去中心化通过将对网络的影响集中在少数实体守护 即将到来的比特币简单事件 预计将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产生更广断的影响 随着挖矿奖励的减少 投资者放工和用户可能会将注意力转向提供更好的挖矿奖励 更有效的供持机制或迎合策定用力或行业的独特价值主张的山寨币 这种重心转移可能会增加人们对山寨币的兴趣和惨用 因此影响他们的价格 市值合在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中的整体相关系 例如投资者可能会使用不易受影响的加密货币来分散他们的投资补格 以将事件的影响减换 其中包括那些使用股权证明PAS共识机制的机制 这些机制不依赖于网络安全和令牌分发的挖掘 此外减半事件可能会成为区块链行业技术创新的催化剂 开发人员和研究人员可以探索优化挖矿效率 降低能源消耗和增强交易处理能力的新方法 这些创新可能会导致出现新的共识机制 第二层扩展解决方案和区块链架构 以解决现有网络包括比特币的当前局限性 减半事件还可能促使对当前市场动态进行重新提供 它可以引起人们对工作量证明 靠网络的长期可持续性以及采放作业的影响的关注 这种审查可以鼓励该行业采用更可持续和更高效的技术 它还可以激励开发新的解决方案 以平衡权力下放安全和环境问题 此外 减半可能会影响加密货币领域的监管发展 随着该事件引起投资者、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关注 它可能会引发围绕加密货币市场监管框架 以及需要更明确的指导方针以确保市场问题 投资者保护和遵守现有金融法规的必要性 即将到来的比特币减半事件 对加密市场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造计时开始 市场参与者必须密切关注事件并相应调整策略 许多投资者预计会出现于之前减半事件类似的看涨趋势 BTC价格将创下历史新高 这种乐观情绪源于加密技术的日益 机构兴趣的增长 以及人们将BTC视为对冲通胀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工具 但是 一些警示因素可能会影响围绕2024年减半的市场情绪 监管发展 例如潜在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TC和更严格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和钱包规则 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动性 此外 围绕比特币挖矿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以及更节能的加密货币的兴起 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对比特币长期价值主张的看法 在2024年减半期间 机构投资者将在塑造市场情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他们继续积累和分配资源给加密货币 他们对减半事件的策略和反应将显照影响比特币的价格 和更庞泛的加密货币市场 这些投资者可能会权衡比特币的潜在回报与监管变化和山寨币竞争带来的风策 比特币 精士之作 快士之功 谁发明了比特币 密码朋克软件大师哈 芬妮 是第一个坚定支持比特币的大师级人 她和所有人一样 没有见过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 也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 只是通过邮件和中本聪神交多年 她曾经这样描述中本聪 今天 中本聪的真实身份已成为一个名字 但当时 我想我是在和一个非常聪明 真诚的日益青年打交道请注意 妮可说的是 在当时 我想 那么后来呢 她还这样认为吗 妮可没有再详细说 显然 在写这段话的时候 她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她说那是一个名字 之后不久 她就去世 尼克 萨伯是举师公认的比特币思想的发明人之一 她也是极少数知道中本聪是谁的人之一 当被追问到谁是中本聪时 萨伯滴水不漏 却又欲说还凶 我不打算进一步评论此事 我认为她做出了这么伟大的贡献 我想尊重她保留隐私的愿望 萨伯知道中本聪有着隐身的愿望 因为中本聪的伟大贡献 萨伯尊重她的这一愿望 英雄是英雄 惺惺相惜 不只是哈尔 芬妮 开始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都被误导了 中本聪 姓中本 明聪 当然应该是日本 那时候 中本聪 那位创下开示其功的青年人在暗自发酵 有着深刻寓意的名字 帮助实现了隐身 隐得世人摸不到头脑 当年的神童 今日的创始者中本聪探服了 他不是探服自己 他是真的探服那位在他身后 帮他起下这个名字的高人 神龙见首不见尾 甚至不见首不见尾 神秘 隐身 是当年密码同客创立者们的神迹 中本聪就是当年的一位密码同客 中本聪2008年发了比特币白皮书 比特币横空初始 之后 他独自做了一年多的系统维护 这期间 谁都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 在比特币完全进入正轨之后 他在19个小时之内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并在网上宣布和告别 之后就彻底的隐身了 比特币的管理发展维护 留给了比特币社区的成员们 神龙从此无踪迹 江湖处处有传说 但是 这个谜最终还是揭开了 根据比特币和区块链资深学者 香港知名企业家 祝维莎先生的大量文章和视频 在他的详尽研究和分析下 结论明白无误 中本聪的父母是中国人 他出生在中国 在美国长大 他就是密码朋克出身的美籍华人戴维 是他托中本聪之名 发明了比特币 他是比特币这一化时代产品的唯一原创者 戴维 1976年出生于上海 9岁时随着赴美求学的父母来到美国 是计算机神童 密码朋克 他大学时代就发表了比马艺的设想文章 这是实现比特币的前作者 2008年 他以中本聪的名义发布了比特币白皮书 2010年又以中本聪的名义 选择离开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中本聪离开 戴维从未离开 他不会离开比特币 他在少措社区传播比特币的理念 尼克说对了 但是说的还不全面 这样伟大的贡献 应当获得的不仅是尊重 还应当有感性 神龙是龙的传人 比特币 精是之作 太是之功 谁发明了比特币 密码朋克软件大师 奔尼 是第一个坚定支持比特币的大师级人物 他和所有人一样 没有见过比特币的发明者 中本聪 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 只是通过邮件和中本聪神交多年 他曾经这样描述中本聪 今天 中本聪的真实身份已成为一个名 但当时 我想我是在和一个非常聪明 真诚的日益青年打交道请注意 尼克说的是在当时 我想 那么后来呢 他还这样认为吗 尼克没有再详细说 显然 在写这段话的时候 他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他说那是一个谜 之后不久 他就去世了 尼克 萨博是举世公认的 比特币思想的发明人之一 他也是极少数知道中本聪是谁的人之一 当被追问到谁是中本聪时 萨博滴水不漏 却又欲说还休 我不打算进一步评论此事 我认为他做出了这么伟大的贡献 我想尊重他保留隐私的愿望 萨博知道中本聪有这眼神的愿望 因为中本聪的伟大贡献 萨博尊重他的这一愿望 英雄是英雄 惺惺相惜 不只是哈尔 芬妮 开始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都被误导了 中本聪 姓中本 明聪 当然应该是日本人 那时候 中本聪 那位创下还是其宫的青年人在暗自发笑 有着深刻寓意的名字 帮助实现了隐身 赢得世人摸不到头脑 当年的神通 今日的创始者中本聪探服 他不是探服自己 他是真的探服那位在他身后 帮他旗下这个名字的高人 神龙见首不见我 甚至不见首不见我 神秘 隐身 是当年密码朋克创立者们的手机 中本聪就是当年的一位密码朋克 中本聪2008年发表比特币白皮书 比特币横空出世 之后 他独自做了一年多的系统维护 这期间 谁都不知道他的卢神真面目 在比特币完全进入正轨之后 他在19个小时之内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并在网上宣布和告别 之后 就彻底的隐身了 比特币的管理 跨展 维护 留给了比特币社区的成员们 神龙从此无踪迹 江湖处处有传说 但是 这个谜最终还是揭开的 根据比特币和区块链资深学者 香港知名企业家 周维莎先生的大量文章和视频 在他的详细研究和分析下 结论明白无误 中本聪的父母是中国人 他出生在中国 在美国长大 他就是密码朋克出身的美籍华人戴维 是他托中本聪之名 发明了比特币 他是比特币这一化时代产品的回忆原创者 戴维1976年出生于上海 9岁时随着赴美求学的父母来到美国 是计算机神童密码朋克 他大学时代就发表了BMAE的设想文章 这是实现比特币的前奏 2008年 他以中本聪的名义 发布了比特币白皮书 2010年 又以中本聪的名义 宣告尼克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中本聪离开 他从未离开 他不会离开比特币 他在绍缩社区传播比特币的理念 尼克说对了 但是说的还不全面 这样伟大的贡献 应当获得的不仅是尊重 还应当有感谢 神龙是龙的传人